30度C,一公克食盐溶于一公升水中,将此溶液由30度C冷却到4度C,则下面哪几个浓度数据会改变。 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一点是,温度改变的时候,不论是容积或者是容脂的重量不会改变,而墨速,墨速为重量除于分子量或者是适量。 分子量为常数,重量不改变的话,而墨速当然也不会改变,然而对于体积而言,体积因为会热胀的人说,密度不一样,所以体积会改变。 所以对于A选项而言,体积模型度C大M,定为容积体积分之所含容脂的墨尔数。 由于温度改变时,体积会改变,所以体积模型度也会改变,因此答案为A选项。 而B选项,重量没容容度为C小M,定义为每公斤的容积中所含容脂的墨数。 温度改变,重量及墨数不会改变,所以重量没容度也不会改变, 而C选项,墨分率定义为全部墨数,譬如说这里墨数只有水的墨数,以及食盐的墨数。 分支容脂的墨数,一样,墨数并不会因为温度改变而改变。 而最后一个诸选项,重量百分率浓度定义为容积的重量中所含容脂的重量。 两者至今也都是重量,不会因为温度改变而改变,因此答案为A选项。